今天我们来介绍杂粮粥的做法 喜欢用各种各样的杂粮煮粥喝 自己煮的杂粮粥口感软糯细滑,入口即化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 为了方便以后查阅,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把所有的食材备齐,家里正好有这些,来得十全十美哟 除了红枣,其他所有食材冲洗干净,提前浸泡一个晚上 砂锅里加入适量清水,先把豆类放进砂锅里,大火煮沸后 盖上砂锅盖子,大火煮沸后,转小火炖煮半个小时 加入提前泡发的红枣 小火继续炖煮半个小时左右 这个时候可以加入冰糖了 大火煮沸后,看见冰糖慢慢融化 汤汁变得粘稠时,即可关火 好喝又营养的杂粮营养粥做好了 技巧 想要方便快捷的,可以选择电压力锅,晚上预约煮 早上起来,直接就可以吃了 好了,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,欢迎订阅关注